最近全球許多國家 飽受森林大火所苦 而在葡萄牙 當地的兩大造紙業者 從2002年開始 就自行成立消防隊 保護森林資產 不過有人批評 當地的造紙業者 大量去種植毅然的 油加利樹 才是導致森林大火 不斷發生的原因 前志願消防隊員希莫斯 正在幫忙培訓葡萄牙 一間造紙廠的員工 今天他們的模擬任務 是保住自家公司 種植的油加利樹林 油加利樹可說是 葡萄牙的綠色金礦 占了這個國家 4.6%的總出口額 每年產值約27億歐元 相當台幣918億 造紙產業掌握了 葡萄牙境內最多的林地 所以他們經常被指控 因為大量種植毅然的油加利樹 才導致森林大火不斷發生 這份意見的侵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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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,這份意見的不,這份意見 全球的負責 並不,這份實際上的真正 是必須負責 它們的大量負責 它們的浴槽 在這份實際上 這份的土地埠牙境內 這份意見的超過 最多的林地 森林大火 卡斯楚说,超过三分之二的尤加利森林遭到气质不顾 私人公司雇用的消防员表示,他们因此工作量加重 因为有时还要帮忙扑灭私人园区以外的野火 油加利树林占葡萄牙全国森林面积的26% 政府日前通过立法,将比例限制在这个程度 为了平衡植物比例,专家表示应多多种植橡树、栗树等抗火性较强的品种 记者林笑如报道